好 以上 已经说完了 性体 身佛觉症 空有未行 性量 数穷横片 周遍法界 无尽无量 接下来要说 观世音菩萨的性句 所谓 令发广大道心 教词圆满圣号 永离六道 得生佛钱 这一段文 是在讲 观世音菩萨的用 观世音菩萨 是怎么度众生的 也教导我们 要如何与观世音菩萨 感应道教 所谓性句 就是本性句足 句足什么 句足实法界的 一正恶报 具足无量无边的 功能利用 之前在讲 性量时有提到 观世音菩萨的像 像片法界 既然观世音菩萨的形象 片满法界 当然 观世音菩萨的用 也是片法界 无尽无尽无量 这个用 就是功能 功用 观世音菩萨 以大慈大悲 拔苦与乐 施与众生 十四无畏 作为他的 不思义用 所谓 应以 合身 得度者 极限 合身 而畏说法 统观而言 这句 而畏说法 就是 观世音菩萨的用 当然 观世音菩萨 为众生说法 他不一定是 献菩萨生 来到我们面前 为我们说法 就好像 刚才说的 菩萨化身成 大海怪 也许会有人想 观世音菩萨 并没有为他们说法 那些海盗 不相信有因果 不相信有佛菩萨 观世音菩萨 就化现 这个恐怖之声 来警告他们 这就是在 为他们说法了 在楞严经上 观世音菩萨的 说咒不思义 菩萨说 有我闻思 拖出六成 如生度缘 不能为爱 故我妙能 献一一行 说一一咒 其行其咒 能以无畏 施诸众生 事故十方 为成国土 皆明我为 施无畏者 观世音菩萨 能以种种形象 种种相貌 种种咒语 种种名号 而为众生说法 这都是 观世音菩萨 兴趣的 自在业用 现在 先说 观世音菩萨 以形象 来为众生说法 希望众生看了 能够生起 觉醒之心 这是什么意思呢 墨学就举一些故事 来向诸位说明 例如 唐朝时的唐文宗 他最喜欢吃蛤蜊的 几年下来 也不知道吃了多少 让沿海的居民 都劳民伤财 叫苦连天 可是 古代皇帝是最大的嘛 他最喜欢吃的东西 有谁敢劝他呢 那是要招来杀头之罪的 于是就在有一次 有一个渔夫 在捕鱼的时候 忽然抓到一只 非常非常巨大的蛤蜊 这个蛤蜊抓上来以后 从海边送到皇宫 经过了不知道几个关卡 所有的人 都没办法把它敲开 厨师也没办法煮嘛 所以只好就直接 送到皇帝的面前 可是文宗皇帝 也不过才轻轻地敲了几下 这只大蛤蜊就自己打开了 而且还射出一道光明 里面竟然有一尊 观世音菩萨 唐文宗看了 心里吓了一大跳 他知道 这是菩萨要来点醒他的 于是就把这尊 蛤蜊观音 用七宝珍寒 庄严储存 送到普陀山去供养 从此以后 他再也不吃蛤蜊了 菩萨为什么 要化身成蛤蜊呢 因为希望皇帝 看了能够觉醒 不要再继续造业 又好像宋朝的苏东坡 他有一个朋友 叫做吴碧 有一天 他在请客的时候 杀了一条鱼 把鱼肚子剖开 竟然拿出一尊 观世音菩萨 头戴宝珠 脚踏莲花 身穿白衣 而且相貌栩栩如生 大家看了都非常的惊奇 从此以后 再也不吃鱼了 苏州 有一个人叫做杨孝瞻 他最喜欢吃鱼 有一天 他又到街上买了一支鱼 叫仆人替他杀来吃 仆人用刀剖开了以后 竟然在鱼壳上 献出了菩萨的像 他吓了一跳 一失手 鱼跟刀子都掉到河里 于是就回家向主人报告 杨孝瞻听了很生气 哪有这回事 就大骂仆人 还要他赔偿 可是这仆人却正色地说 你就是把我杀了 我也永远不会再帮你煮鱼 如果你要吃 你自己去街上吃好了 这个杨孝瞻后来走回房间 看到地上 忽然有一只鳖爬过来 心中大喜 他心想 哼 仆人果然骗我 于是就自己抓到厨房去杀来吃了 结果吃完 过没几天 就生重病死掉了 还有在宋朝 有一个人 他在祭拜鬼神的时候 杀了一头猪 可是猪头 不小心 被一只饥饿的狗给咬走了 当然被狗咬过了 就不能再祭拜鬼神了 所以也只好 就放着让狗去吃 可是奇怪的是 这只饥饿的狗 虽然是那么饿 可是把这个猪头咬走了以后 经过了四天 他始终不敢去碰那颗猪头 这个人觉得很奇怪 就把猪头拿来看一看 竟然在猪的旧尺上面 看到一尊 结家夫作 闭目三分的菩萨像 还有唐朝的书法家欧阳荀 他们家的婢女 有一天 手上拿了很多鸡蛋 不小心 把一颗给打破了 竟然掉出一尊 观世音菩萨 做大宝莲华 手上拿着杨柳净瓶 旁边还有善才龙女 作为菩萨听了那么多 菩萨现象的例子 心里有什么感觉 世间人说 现身说法 观世音菩萨现身 就已经是在为我们说法了 你看 菩萨是那么的慈悲 化身成猪 牛 鱼 蛤蜊 这些悲贱的众生 来给人宰杀 希望众生看到菩萨显灵时 能够得到一点 当头棒喝 娑婆世界的众生 难度啊 可是娑婆世界的众生 却又是那么的可怜 都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一定要等到 遇到车祸 断了一只手 少了一条腿 甚至到了癌症末期 只剩下几天的寿命时 他才要回头来求佛菩萨 才要觉得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 可是这个时候回头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观世音菩萨 不愿意看到我们众生受那么大的煎熬 他不忍啊 所以他宁可先牺牲自己 化身成畜生 来接受刀割 油炸 这些痛苦 希望众生看到菩萨这样子 心里就算不能够另发广大道心 也令他们生出惭愧 忏悔之心 不要再造业 在座的诸位菩萨 如果您是还没有吃素的莲友 听了这些话 回到家里 应该要好好的想一想 你锅子里煮的 最重要的 说不定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肉啊 就算不是菩萨的肉 那也是你 类似的父母师长 儿女的肉啊 希望诸位都能够 好好的体会菩萨的悲心 使自己生出惭愧 忏悔之心 初发心的菩萨 你能够发出惭愧 忏悔之心 这就是 初发心时的 广大道心 但是 这是对 初发心的怜友 在座的诸位 大部分都是 久修的菩萨 惭愧忏悔之心 应该都是 常识俱足 既然是 久发心 久修行 那就决定要做到 另发 广大道心 这个令 就是观世音菩萨 教我们的意思 发就是发愿 观世音菩萨 教我们 发起广大道心 菩萨如何教我们呢 在大悲心 婆罗尼经上 观世音菩萨说 若有 比丘比丘比丘 比丘比丘尼 幽婆色 幽婆宜 同男同女 欲送持者 先当 从我 发如是愿 那么大悲心菩萨 愿我 愿我宿之一切法 波罗尘传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宿得月苦海 愿我 找同 法性生 我若 像刀山 刀山 自吹折 我若 像火汤 火汤 自枯竭 我若 像地狱 地狱 自消灭 我若 像恶鬼 恶鬼 自饱满 我若 像修罗 恶心 自调福 我若 像畜生 自得 大智慧 这就是 观世音菩萨的 十六大愿 诸位菩萨 我们能照着 观世音菩萨的 这十六大愿 而发愿 那就是 另发 广大道心 诸位 是不是都发起了 广大道心呢 你想要同菩萨相应 那就决定要发 广大道心 那你的愿力 才有力量 不是耳朵听一听 嘴巴念念 就叫做发愿了 所谓愿者 决定成就也 观世音菩萨的 这十六个大愿 前十愿 是属于 上求佛道 后六愿 是属于 下化众生 因为具足了 上求下化 所以 能够称为 广大 这个广大道心 也可以说就是 菩提心 这些大愿 不管是 上求 还是下化 那都是属于 果地上的功德 也就是成佛 以后的功用 那既然是 成佛以后的功用 我们不就 做不到的吗 当然 我们凡夫是 做不到的 那做不到 还这样发愿 那不是 说谎话 打妄语吗 不是的 沈安大师 告诉我们 心真 则事实 愿广 则恨深 你一开始 决定要发这样的愿 做不到 哪有人一开始 就是做到的 一栋高楼大厦 难道一夜之间 就直接建好了吗 还不是要从地基开始 你不踏出第一步 又怎么会有 最后到家的一步 所以 虽然我们 没办法 圆满的 去做到 可是 我们可以 少分的 依稀仿佛的 去做 老和尚说 一匹马 尽他的力 能够 驮起 千金之物 一只蚂蚁 尽他的力 能够 搬起 一粒米 注意哦 一只蚂蚁 尽他的力 才能够 搬起 一粒米 这事告诉我们 你千万不要想 哎呀 反正我们只是 依稀仿佛的 做嘛 那我就 随便一点 要知道 凡夫的力量 很薄弱 尽全力 才只能 做到少分 如果你还 漫不经心 放逸 随便 那是连 少分都没有啊 在修行的 过程当中 道心 道心 与愿力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有道心的人 他的功德 才会成就 那我们要如何 发起 广大道心 去实践 我们的道心呢 告诉诸位 现前来说 拥护道场 法界 观世音菩萨 就是我的心 我的心 就是观世音菩萨 大家来到 灵言三四 踏进山门的第一步 你就要告诉自己 我 我就是观世音菩萨 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 都要这样告诉自己 既然 我就是观世音菩萨 当然咯 我的身口意 也就是观世音菩萨 的身口意 你就这样问问自己 我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会破坏道场 不服从常驻规矩 懒惰懈怠怠吗 不会 观世音菩萨 没有我法二职 他最喜欢正法道场 拥护规矩都来不及了 怎么还会破坏道场 懒惰懈怠怠呢 我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会讲是非 畏惧恶势力 或者说一些拍马屁的话 来讨好人吗 不可能 观世音菩萨 执心是道场 他没有弯弯曲曲的心 你不对 不对就是不对 他绝对不会说你好 不但如此 他还会献出 怒目金刚向来 呵斥你 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是一个肯为佛教 为道场付出的人 那菩萨就会来尽他的能力 来护持你 佛期结束后 绝对求生西方 因为极乐世界 就是他的家嘛 如果你是在社会上 为国家做事的人 你也问问自己 我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会做对不起国家社会的事吗 就算你只是一个小孩子 你也问问自己 我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他会不孝顺父母吗 他会欺负小动物吗 不会 观世音菩萨 最孝顺 他也爱护一切小动物 既然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当然 你决定是一个 最孝顺的乖孩子 在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里 都有佛弟子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就用你的身份 来做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在一个家庭里 在一个团体里 乃至在一个道场中 诸位应该还记得 我们刚才提到的 观世音菩萨十六大院的 最后六院 我若像刀山 刀山自吹折的那一段 刀山火汤 就是指 众生的称恨心 斗争心 大家应该要发愿 凡是有我在的地方 都不要有暴力之气 都不要有称恨心 就算有 众生看到我 都能够生起柔软心 能够远离称恨 习下恶心 你这样发愿 就是 我若像刀山 刀山自吹折 我若像火汤 火汤自枯竭 我若像修罗 恶心 致调伏 我能带给一切众生 和平 极静之心 当然 想要让众生 远离称恨 那我们自己 就要先有 慈悲向 没有称恨心 大家 还要发愿 凡是有 我在的地方 都不要有 是非 我能粉碎 一切 是非邪见 能使众生 身心安定 无诛烦恼 我能带给 一切众生 智慧之光 这样发愿 就是 我若像地狱 地狱 自消灭 我若像恶鬼 恶鬼 自饱满 我若嗆处声 自得大智慧 当然 想要令众生 没有是非 能够远离于吃 那我们自己 就要先没有是非 要有正智慧 能够看清 大是大非 诸位菩萨 如果 你们都能够 这样子发愿 那 观世音菩萨的心中 老和尚的心中 好安慰啊 有这么多 孝顺的孩子 能够 为他们 芬劳解忧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